90加24加16火箭三巨头险威塔克遭驱逐,一人仍逼迷太阳命胜利,总是能够改变一些事情,休斯顿火箭队对此深有感受,赛季开始阶段输得只剩下底库,但是当他们做出改变之后,一波四连胜让球队重新回到了上赛季正确的轨道上,四连胜期间,火箭队大胜过位免冠军勇士队, 很好的鼓舞起了球队士气,对阵国王队的比赛又是一场20分大胜,宣告着球队已经彻底走出低迷的窘境,德安东尼很满意球队状况,并表示球队表现好自己吃饭都更香了,如果你现在看看排名的话,如果你看看胜负场数,我们距离目标只差两场,这本身就是一种福气,因为在西部的话,以往开局战绩那么不好, 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无缘季后赛了,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,不好的一点是,另外13支球队很可能也在说同样的事情,说这番话的时候,西部第一开拓者队11胜5负,而火箭队8胜7负,火箭队并没有比开拓者队差了多少,西部本赛季的局面比预想得要混乱,火箭队仍旧没能进入到西部前八之中, 詹姆斯哈登火箭队主场迎战火塞队的比赛,火塞队对于火箭队的特点有所控制,尽可能不给火箭队投三分球的机会,并且切断两位明星后卫跟克林特卡佩拉之间的火力传输线, 火塞队充分利用德拉蒙德这个内线高点,在内线搅乱火箭队防守,装神的篮板,球能力出众,给火塞队的外线投篮提供了保障, 首节比赛火塞队两位内线德拉蒙德和格里芬联手砍下12分,而在火箭队一边,克里斯保罗和詹姆斯哈登靠着个人实力,不停地在火塞队身上取分, 詹姆斯哈登首节比赛,打了4分钟就有两次法规,在场上依旧肆意冲击内线,防守的努力在顶住对手,并未因为犯规太早而有任何的缩手缩脚, 不过活塞队球员德拉蒙德就不能如此轻松,首节比赛也是两次犯规,只打了5分钟就不得不飞换下场, 德拉蒙德不在场的时候,活塞队的麻烦就来了,火箭队可以去肆虐空旷的活塞内线, 塔克防格里芬第二节比火箭队方进攻没有太大改善,三分球手感迟迟未开,半场比赛只有14投5中, 三分球投不开,克里斯保罗的中投,詹姆斯哈登的个人能力,以及克林特卡佩拉内线得分,成为火箭队进攻端的支撑。 活塞队进入到第二节比赛,替步球员伊斯梅尔史密斯爆发,单节比赛就得到8分,成为活塞队进攻咬住对手的关键。 半场比赛打完,火箭队以一分落后活塞队,比赛的悬念也因此达到了顶点,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,火箭队提升了攻防强度, 在灯泡组合的带领之下,克里特卡佩拉也有上加表现,尤其是德拉蒙德吃到了第四次犯规,不能在出场的情况下,火箭队进攻更是流畅了许多。 卡佩拉打完三节比赛,就砍下21分14个篮板以及4次盖茅,火箭队近期状态好转。 卡佩拉的表现起到了重要作用,戈登突破上篮第三节比赛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,PJ塔克绕掩护的时候被格里芬打到面部,向裁判怒后发泄不满,遭驱逐直接离场。 虽然塔克离场对球队造成很大影响,但是火箭队还是控制着场上的局势。 三节比赛结束之后领先十分进入到了第四节,火箭队第三节比赛砍下37分,一举获得了比赛的先手优势。 莫杰之战,火塞队在一段时间里形成了反扑,不过斩姆斯哈登总能予以回应,在比赛的最后时刻,布雷克格里芬有如神助,接连命中三分球,将比芬一度追到只差四分。 关键的一次进攻,布雷克格里芬被吹罚一次进攻犯规,虽然活塞队还是努力,却没能逆转比赛。 全场比赛结束,詹姆斯哈登得到43分7个篮板以及9次助攻,克里斯保罗得到20分7次助攻,而克林特卡佩拉得到27分15个篮板以及4次助攻,让人感到失望的还是埃里克戈登。 戈登本赛季的表现持续低迷,这场比赛也只是6投2中得到7分,3分球4投1中,还投出了三不沾的尴尬。 由于球队没有获得实质性补强,每一位球员的表现提升就显得很必要,灯泡组合以及鼎黄,都能保持着强劲状态。 只有埃里克戈登的表现不能让人满意,火箭队要想提升。竞争力的话,埃里克戈登的状态还是一个大问题。